普本品中金刚神摆最后而准提菩萨又名最圣金刚之间是否有联系 是这样子的 只是金刚神摆最后这个是这样 因为他视线为护法就这样而已 无论他本尊是怎样 他本来又是怎样 所以视线为护法当然会在最后 为什么 收所有没有护法到的 收所有普本品前面没提到的 通通由这个护法来协助 因为金刚神不是一般的护法 他大力的护法 好 再来吃饭的时候念准提咒的开头 那又是为什么 是因为准提菩萨有一个对这哪一部经上面 有一个最大的有一个回向 这个回向就是指的说 对于所有的那个供养 那供养之后呢 这个准提菩萨的咒语给予持送之后呢 你的所求兼的如意 这样懂吗 因为一般来讲 古代以来我们共生大部分都会有某一个 存在的求福的念头 所以就用准提菩萨来满这个愿 你有什么要满准提菩萨会满你的愿 因为你的供养的关系 这样听懂了吗 是这个意思 好 吃醉又只开宝塔与药师佛首相中的塔 以及镜像之前方的首印 我不知道镜像之前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清楚 那个不是 那个是大雷如来的首印 所以并不是 你要问的是这个 没有 那四尊以幼子开宝塔 那个是法华经 这个是法华经的 这个都跟我们在这里药师佛的供养的 还有这尊是那个大雷如来的首印的 都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 它是各自独立的 那个是造佛像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造了一尊大雷如来像 这样子 好